李俊豪的小金库 哈喽 俊豪 哈喽 你真的很磨人 大周末的把你叫出来工作 明星不要学游戏是吗 那你走 什么内容啊 是这样呢 我之前看到你在你自己的微博上发了那个 你对七款奶茶的一个测评 一个攻略 然后后来我们影视部也转发了 我们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转评量破百 没想到这么红是吗 突然就破了两百 评论破了两百 转发破了二百五十九 然后谢谢所有的 你的ATM们好吧 好的 然后赞是四百五十八 四百八十 好 你不用报这些数据了 然后这个数据是你开博以来 就是历史最高的数据了吧 应该 我们会准备一个眼罩 我们会准备一个眼罩 然后我们会给你多款奶茶 不限于七款 哇 这么有钱吗 当然 你是不这么有钱的吗 对这个钱从你的 不论 买都买了 能浪费 如果你猜错了一款 那你就要接受惩罚 惩罚规则我先不告诉你 好吗 然后你现在需要在后面的黑板上 写一下愿赌服输这几个字 为什么是服输 以防你甩赖 无论 谁甩赖 无论写什么都好 只要你猜不出来 你就要接受惩罚 去写吧 先让你的名字记得 愿赌服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我这样 我就会 你 你 可以 刚刚有没有录到我的后脑上 我想问一下你 买的那个脱发仪器对你管用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只用了几次,我还没有拳完,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是大家都会有的一个炫,他们跟我说。 所以只是我长得偏下面一点,所以就很明显,要长得在头顶上就没有那么明显。 脱发等级是只根据脱发的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按照一定规律划分成的阶梯等级, 医学界一般将脱发等级划分成7级,1级和2级属于轻度脱发,3级4级属于严重脱发,4级以后便属于秃头。 好,题外话,上眼罩! 哇,你真的是吃巨子诶! 选一个吧! 我选这个吧,这个挺开的啊! 你觉得哪个比较可爱? 我觉得两个都很适合你啊,要不然你两个都戴上的。 我几个脑子。 如果你只戴一个的话,会不会那个,你用余光能看到? 我试试看啊。 君子游戏啊,愿度服输。 会不会把我的发型弄乱? 不重要。 好,来来来。 最好,我完全看不到诶。 哇,这个真的好厉害,完全看不到。 好,可以戴一下。 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像是戴在那边。 哎,眼罩都准备了两张,这次真的是巨子诶。 这都是挂在你张上的。 这个好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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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能看到? 这两个真的看不到。 好,上奶茶。 我们要通过这个游戏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在卖爱喝奶茶男孩的人设。 好厉害吗? 已经出来了吗? 有。 放到镜头前来先跟大家展示一下。 诶,等一下。 有点糊。 你咋糊? 首先啊,这个杯子我一摸就是。 杯的大小你觉得会是什么奶茶吗? 首先这个质感不是一点点。 它是个杯状的,所以它肯定,它是有吸管的。 所以不是什么那种港式奶茶什么的。 也不是那种什么类似于洗茶那种,直接倒着喝的。 这个吸管,而且上面是这种塑料膜。 应该是,就是类似于什么cocoa。 嗯,那些。 我现在先喝一口。 凑凑。 凑凑的什么呢? 凑凑的大红毛珍珠奶茶。 这太容易了吧? 你觉得珍珠放多了。 嗯,你觉得15分钱吗? 我们没有按照你的那个攻略上的要求来买。 这个是Total,确定是Total。 OK,恭喜你答对了。 来,继续。 恭喜你刚才答对了第一杯奶茶。 OK。 然后我们开始第二杯奶茶的实验。 等一下,这些奶茶后期会给我打马赛克吧? 要不然我可没说干两遍。 哈哈哈哈。 这就是像,要我干。 多。 好,上第二杯奶茶。 哈哈哈哈。 不要打算我。 这是cocoa吗? 你可以跟你上一个做一个比较。 是吧? 摸到我了。 在哪儿啊? 给我提上。 诶,这两个。 高度都一样诶。 诶,你们该不会是买了同一杯,然后来骗我是吧? 那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么无聊。 你没有这么无聊? 你能弄出这样一个式子就挺无聊的。 大红毛的让我来。 你能写一个攻略也挺无聊的。 哈哈哈哈。 K.O. 这是对粉丝的爱。 我喝到了大的珍珠。 这个有点像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 我喝到了奶霜。 你确定吗? 我确定,确定。 这是一点点的什么呢? 这个4亿奶芯。 4亿奶芯不变了吗? 不变了。 你把这个奶茶拿到镜头前,跟大家确认。 现在两杯已经猜到了,给自己点鼓励吧。 好心酸啊。 好心酸啊。 做一个专业的测评员。 要洗洗舌头。 输出口。 每一杯之后要先清理一下。 你真的好专业。 诶,怎么又是一样的杯子啊? 等一下,我想知道你那个眼罩是不是能,鼻子那个部分是不是能看到一些。 诶,我真的看不到。 我自己都把眼睛闭上了。 君子游戏,说了君子游戏就是君子游戏。 好。 我是那种人吗? 诶,天啊,这什么啊? 这口感不像是奶茶啊。 这是一个茶,放得特别多的饮料。 你不至于,你不至于。 你在吐奶吗? 在吐奶吗? 给你几个选项吧。 行。 这一杯到底是不是奶茶? 不是。 购买奶茶工作人员,这个到底是不是奶茶? 不是。 也就说他猜对了。 对吗? 那好吧,恭喜你又过关了。 好,我们现在上第四杯奶茶。 嗯? 这个是咖啡。 你在奶茶里面的餐一杯咖啡真的是太明显了。 好做做,谁喝咖啡会用习惯。 你不可以把西巴克的这个盖子拆掉了吗? 你以为增加了我的难度吗? 你没有。 哇,这个好苦啊。 哇。 那你确认这个不是奶茶了,对不对? 这绝对不是奶茶。 你就当我脑子有问题吗? 我觉得你们很是按照我那个单子去点。 但是我觉得又不会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比较苦。 我们先跟工作人员求证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香草拿铁瓶,加了两分浓度对不对? 我们跟工作人员求证一下吧。 其实要猜够了。 那这个是? 小草拿铁加一份卤酸。 好吧,恭喜你第四杯。 OK,我们现在上第五杯。 这个当然太容易了,我都知道这个盖子要放哪。 这不是洗茶吗? 哇,这个口感。 是我有史以来,我感觉没有体验过的。 这应该就是洗茶的品盖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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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个东西给我拿个大的洗, 它上面应该是一层奶盖吧? 嗯? 我刚刚舔到了奶袋 但是这个我感觉有点陌生的 我知道 那个供茶 你确定吗 确定啊 因为我喝到那下面那个 我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 那个软软的像我供养的 那个只有他们家才有 这杯供茶到底是什么口味的 如果 这杯你猜错的话 那我真的要开始我们的惩罚 我觉得刚刚不像是红茶 应该是什么乌龙茶那一类的吧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惩罚吧 在这五杯奶茶里面 随意调两杯 全部喝过 一个珍珠都不许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 现在等一下 其实我是会猜对的 这个一定不是什么奶盖红 哈哈哈 是吗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 我们现在上第五杯 你真的是很容易就能猜中 期待你第五杯的时候 能给我们故意放点水 好的 我猜不出来呢 这是什么呢 其实你刚才是猜对了 熊猫奶盖红 我当然能猜对 你知道我演了多久吗 很累 五杯里面你到底选哪个 还是你要戴上眼罩随机选哪个 no no 你们这个真是真的有点惭愧 我是个艺人 你是想赚了我的后路 要继承三成数 如果你还选择不出来的话 那我就要再多加一杯 3 2 1 这两杯 好把那三杯放到一边 那你喝完这两杯之后 你还 有没有可能再继续进行 还有继续吗 当然 你们今天真的是花了很多钱 这个钱绝对不能从我的家人挂 你把这两杯都给我喝掉之后 这个钱我自己个人来出 行 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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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真的很难 你们也没有一点什么糕点什么都配一起吃的吗 你还觉得不够胖吗 这个是冰的这个是热的我会拉肚子吧 哪个是热的 那你们要换一个冰的 换一个同样冰的 我头一次觉得喝奶茶这么痛苦 其实我就想通过这个视频 通过这个游戏告诉你 就是我们这次录制结束之后 希望你不要再 对奶茶那么迷恋 就一次把我喝凸是吧 是 有点味道 你们要一直录我喝这个东西吗 当然 以防你甩赖 无论谁甩赖 哇 哇 不行 哈哈哈哈 这段我一定给你录 可以放出来 各位李志豪的粉丝们 你们有看到这个 你们爱的 是有多水 这珍珠好难咬 哈哈哈 你可以放起珍珠把 里面的水 喝掉就好 把里面的奶茶喝掉就好 好 我要打电话给我妈妈 哈哈哈 妈妈不让我喝奶茶 哈哈哈 等一下我要录个小视频 我发给你妈妈 哈哈哈 我基本上喝的没有奶茶 上面全是珍珠 你们就不把放太多 你们不把放了半杯 好你确认一滴水都没有了吗 好吧放过你吧 开始你的第二杯 哈哈哈 哪有人喝咖啡这样喝呀 那就把 你可以把吸管拿走啊 我不是 哈哈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随手喝咖啡 像比赛一样 好吧 你随意 这个你喝到什么 什么程度 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 你随意 我就不随意 哈哈哈 我们长生击步的 怎么你要喝一个小时吗 啊这个咖啡 怎么还要这么多 你到底有没有在喝呀 你是帮你们在吐泡 哈哈哈 谁喝咖啡是那种 一口闷哪 哈哈哈 好了放过你 这一杯我拿走 哎这一杯比较透明 比较透明 对 我说它的杯体很透明 你可以先从杯子形状先感受一下 嗯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轻啊 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 哈哈哈哈 要不要喝以后感受一下 这个不是减少的 对 因为刚才看起 连着喝了两杯 喝的有点 有点沉 所以我们就当了一起 喝酒 哦哦 哈哈哈哈 我现在可以请你把眼罩摘下来 然后 什么东西啊 这算是一种网红的饮料 网红的饮料 我刚喝的是一口气泡水的感觉 这应该算什么 没有喝过这个水吗 水 对 但刚刚那口感觉很差 体验感很差 一差 这个是被网友评为十大难喝饮料之一 但是 我个人觉得 这个应该是十大难喝饮料之首 那为什么还拿来给我喝 哈哈 为什么 帮你清理一下刚才你两杯奶茶的油泥 这个比较养生 养生 对 这个是对你身体好 这什么什么气泡水是吗 你想知道这个什么吗 想 把这点喝完我都告诉你 我还不想 谁要知道这个东西想 我就不想买它 好给他上一杯难度最高的奶茶 如果他失败了 那我们把这一杯装满 然后让他把这一杯全部喝掉 你不要说我太太难 你不要说我太难 现在请你把眼罩复原 搞得我真的好无奈 你尽量保佑自己 接下来都能猜对吧 我尽量 好给他上一杯真正的奶茶 就拿走了这个东西 先摆在你面前 有可能刚才那半杯你会都喝掉 我不会放水 这个是个热的 所以我大概行李就已经有答案了 Oh no 你的答案你觉得应该会是什么 就我很久没有 就是一直没有上的我最近爱喝的那个冷虾 就是港湖奶茶 好恭喜你 第七杯 这个你要先跟我上 这个就冷了 冷了就没有那么好喝 这个一定要是温的才好喝 对了这种热热的把你捧在手心 就那样 稍等啊 别跑 这个草莓味真的很浓 你闻到味道之后觉得它应该是什么 就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某牌的水果茶 因为我不觉得你会用牌子去买那个 什么品牌 喜茶 那个要排很久都对 好好喝 所以现在有确认吗 确认啊 那它到底是 这个我还真说不准 不不不不不 因为我不想你 他就给我买那么久 再允许你多喝两口 然后告诉我们结果 第一口 第二口 到几十三个数 猜不到的话就要把那一杯全都喝掉 321说 哈哈哈哈 喜茶吧 确定吗 就喜茶就改 确定吗 嗯 是吗 恭喜你答对了 哎呀 这杯你没有做手脚啊 这个做什么手脚 没有尝出什么意味 我是怕你会摸到喜茶那个杯盖 所以我把那个杯盖给抠掉了 仅此而已 没有往里面添加任何 任何辅助剂 剩你有两个凉心 哈哈哈 其实你 喝的每一款基本上都才对了 除了你故意放水的 所以我可以加起来吗 和我们故意整骨你的 其实你都对了 嗯 嗯 好你可以加下来 哈哈哈哈 再听一下 哈哈哈哈 嗨 欢迎你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为了奖励你 你面前 有 三杯 不同品种的 液体 你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个 做你的奖品 我选择去向老板那边举光举 哈哈哈哈 明天你全会被开除 这个选择无效 这都是什么 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告诉我一下 每一杯都是什么 这个就不知道刚刚那个什么水啊 对 这个是 香草可乐加醋加辣椒油 哈哈哈 等等 什么是香草可乐 香草味道的可乐 香草味道的可乐 这个好残忍 哇 这个我一下就要吐了 好 这个说是核桃加蜂蜜 这个应该行吗 核桃是不闹的 所以就是 也可以 铜便 哈哈哈哈 说什么呢 润肠 明星不上厕所 所以你确定 那你 哎你刚才去哪里了 去浇花 所以 所以你确定 你现在是要选择的是 香草加蜂蜜吗 核桃加蜂蜜 你做的自己不知道 专业一点行不行 这不是我做的 我是摄像大哥 你笑的好憨厚 所以现在选择的是 三杯里面选择的是 是什么来着 核桃加蜂蜜 核桃加蜂蜜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 超怪的 可能我们在杯子上写了一些 写的是它的原配方 但可能有一些实际的内容 我们没有往上写 我跟你说 这个 这个 这个确实很呛鼻 我坐这我都能门倒 那你是很夸张 等一下 我为什么要喝这些 这是你的奖励 我为什么要学这些奖励 我可以不要这些奖励吗 不可以 这是我们影视部的传统 那这样我喝这杯 这杯给邓恩西喝 我完全没有 没有爱 没有 这杯给邓恩西喝 好不好 可以 好 那请你把这一杯 麻烦你自己把这一杯 寄到横电去 液体不能寄 那你要怎么给它呢 我下次调配给它 可能这个配方我也知道 但是这个配方 我觉得你会 你会把这个配比加到很重 可能还会再放一些什么盐 醋啊 这种有的没的奇葱啊 这种 我不是那种坏的 还有胡椒坏 好把邓恩西那一杯 请你先放一遍 这两杯你现在 确定选择核桃加蜂蜜了 那如果你给邓恩西喝 你会给他喝那一杯 你会给他喝哪一杯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就想说你会给他喝 好了不重要 邓恩西在我们这里不重要 现在重要是你该怎么选择 这个减少多少 一半啊 你看 我觉得这核桃加蜂蜜 是个地雷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对 好 把那一杯核桃蜂蜜 把它把它移走 现在我跟大家那个揭晓一下 李志涵涵涵最终 终极选择的 这一杯透明液体 到底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被称为 使他喝的 牢山白花蛇草水 我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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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啊 你们好狠啊 你这是从哪买来的呀 你这是哪买来的呀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 喝完我告诉你 喝完 刚跟我说捡到一半 但你想知道这个 我不想知道 网上也能买这个我知道 好 我们请这个 那好 那我们不用到了 你就自动喝到一半就好了 但是你先跟我说 这个核桃加蜂蜜 我现在已经选了 核桃加蜂蜜是真的吗 真的是核桃加蜂蜜 哈哈哈 这两杯你现在 确定选择核桃加蜂蜜了 如果你选择核桃加蜂蜜的话 你要摆进一杯 把那一杯透明润的 或者叫第一不舍 如果你选择的是 旁边那一杯 透明液体的话 我可以把那一杯 减少到 一半 但是你核桃加蜂蜜 我可能不是按照核桃加蜂蜜来放的 对我刚才就提醒过你 那我喝完你今天晚上请我吃晚饭吗 呃 哈哈哈哈哈哈 大周末把人叫出来工作还不行 出晚饭是不是 这不是工作啊 这不是工作是什么 好请你喝吧 哇这个真的很难 哈哈 这个真的对身体好吗 当然 嗯 用洗碗吧 这种东西如果用洗碗喝的话 就更难口 壮实先干为敬 我干了你随意 我干你干了 哈哈哈哈 倒下 哈哈哈哈 哈哈,没有,很明显,还差两口 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很难 所以说干什么,干什么容易啊 说一下你的新年愿望吧,因为马上也到2019年了 新年? 对啊,马上也到2019年了 我的新年愿望 我们这一期播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在12月底 我能有几个愿望? 你的愿望是你自己的,不是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设限 那我就真正能说几个愿望吧 也许会实现 好 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还有自己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这是首要 你很善良 怎么我平常很恶毒嘛 第二个愿望我就希望 自己在2019年能红一点 哈哈哈哈 能有就是 就是大一点的成就吧 再来一个愿望就是都2019年了 我觉得 但是我作为你的经纪人,我告诉你 就要封杀你 这么严重 哈哈 哈哈 好,请问你的愿望 哈哈哈哈 请问你的愿望许完了吗 嗯,差不多了吧 人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好 嗯 那还剩两口喝完之后 我们结束这一期 看你们孩子的这个东西啊 哈哈 我明天就去老板那边检举你 今天晚上 你明天就都被开除了 好,先喝再说 哈哈哈哈 但我没有要求你全部喝完 还是两口 哈哈哈哈 好啦,恭喜你 今天我们的工作结束了 哈哈哈哈 錄完吗 还在錄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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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们最好今天真美 哈哈哈哈 最好在正式开始录之前 我们先测一个体重好吧 我要两个 对,你要把鞋脱掉 然后站在一个层上面 但我实际上有五分 非常漂亮的鞋 为什么不让拍你的鞋啊 没有 鞋里是有 哈哈哈哈 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五厘米吗 哈哈 哎呀,哎,没有 那我们看一下啊 哦,我现在还不远 那个体重 我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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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了裙的裤子 哈哈哈哈 因为你家很时常的人 就是 把自己把它往上卷了一卷 哈哈哈哈 哎呦 哈哈 哈哈哈哈